现代社会许多人患有社交恐惧症 而无法正常生活 请问是否属于业障病 患者该怎样做 这个确实是向你所说的 这是业障病 那么学佛的同学必须要托普 行菩萨道 修菩萨行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 能与一切众生和目相处 唯有在现实环境里 才能把自己的业障消除 才能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 像善才童子在华严经上跟我们表演 五十三餐 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 就是社会一般大众 男女老少过行归 有顺经善于 有逆境悟于 善才懂得了 烈死恋心 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怎么个方向 就看你在生活当中 你还计不计较 在厨师带人借务里面 你还有没有执着呢 还有没有分别了 从这些地方呢 才真正知道 自己放下了多少 看破了多少 如果你不从境界里面去修 那就难了 你以为放下了 其实没放下了 真正放下的人 那就跟佛菩萨一样了 你看我们在这个还原观里面 讲到四德 四德就是用在生活上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处事带人借务 四大原则 头一个就是随缘 随缘里面学什么呢 学妙用 妙用就是佛菩萨那种 智慧慧 慈悲 慈悲的心态 随缘里面的时候 提升自己 教化众生 提升自己是自义 光注众生是度他了 自行化他了 不能把人捨弃 菩萨说得好 佛世门中不学一人 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从我们最不喜欢的人开始 在这个里面呢 能化解自己的运恨 从最喜欢的人开始 化解自己的贪念 贪嗔痴迈也从这样断才行 离开环境 断不了 所以必须要在环境当中学习 那叫真的学问 真的本事 这个早年我出学佛 方栋梅先生 把华严谨介绍给我 就跟我讲五十三才 他说三才这 这叫真功夫 这不是假的 一观一观通过了 那这叫真实的学问 优优独播剧场——Ro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